神的恩典 在世间的城里面 被一个男孩子强暴了 而在这整件事上 有一件让人非常伤痛的事情 是这个男孩子 不是什么不良少年 游手好闲 什么什么这个 不是这件很糟糕的人 他是在那个城里面 最被大家尊重的一个年轻人 一个是充满影响力的人 而这样的一个人 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呢 而他做了这样的事情 全城的人也没有因此觉得说 好丢脸哦 这个男孩子 用今天的话来讲 青年才俊 大概书念的又好 品格又好 这个做事也认真 大家都很喜欢他 说不定也长得很帅 像这样子一个人 竟然会做这样的事 我们觉得好丢脸 没有耶 全城的人好像觉得 这个事情就这样了 就把它取过来嘛 要行歌礼才能够取 好我们大家就去行歌礼 你知道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昨天和你分享到说 我们活在这个世代里面 我们不可能真的离群所居 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当中 而这个世代 有很多的价值观是被扭曲的 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 弯曲被谬的世代 不只是今天是这样 从当年亚伯拉罕 几千年前的亚伯拉罕的时代 以撒的世代 雅各的时代就是这样 而这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 仇敌不断地把价值观扭曲了 而我们必须过一个分别的生活 我们不是离群所居 而是在神的话语里面知道 这件事该做不该做 不是社会上的人怎么说 而是圣经怎么说 让圣经成为我们 行事为人的标准 而所有价值观的扭曲里面 两件事情是最容易被仇敌扭曲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情欲 就是性 婚前有性关系 有什么关系呢 婚外情没有被抓到就没关系 哎呀这是身体是我自主权 有非常多很错谬 听起来好像很对呀 我的身体我决定 但是如果人人都这样 这个世界就大乱了 性情欲是一个 常常被撒旦扭曲价值观的 一件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财 一个是财 一个是色 怎么样去 用什么方法去得到钱财 用扭曲的方法 去大家各凭本事 你鬼诈 我也不是省油的灯 尔鱼我诈 这个 整个这一段事件就是这样 你看到 这个事件 这个年轻人 在情欲的世上 很随便的就在路上找到一个 他们不会路上碰到的一个女孩 就把人家强暴了 然后呢 好像没事一样 还去求亲 然后呢 还答应别人 那他回去 跟着他的这些 其他的全程的男人 怎么说呢 他说 我们只要答应他们行隔离 他们呢 就住到我们这里来 以后 他们所有的这一切财物 不都变成我们的吗 你看他也是用一个诡诈的方法 去用诡诈的方法是说 我们暂时答应他们了嘛 答应他们之后 他们就住进来了 那早晚不都是我们的吗 永远记得这两件事情 是仇敌的工具 扭曲了财 扭曲了色 扭曲了情欲 信和钱财 让这两件事情 都在真理里面 不走在错谬的价值观当中